二百七十一集 我与你一起去 银子张沉声道 不要 不行 猪猪和姬妖谷几乎同时反对 姬妖谷皱了皱眉 我们隐在暗处 事情有变 也还有一些生机 如果连你都暴露了 到时候艳势天先来对付我们 再用我们要挟小师妹 你让他怎么办 他们的实力合起来 也比不过艳势天 走到明处不但帮不了猪猪 还会拖累他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银子张恨得几乎要将牙咬碎了 但是理智告诉他 姬妖谷的顾虑完全有道理 他还不够强 没办法保护猪猪周全 只能一次次地眼看着他 一个人面对危险劫难 猪猪转过身 用力地抱住银子张低声道 我会没事的 我还有你 阿张 相信我 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 银子张抱着他好一阵 勉强道 好 你去吧 猪猪抬起头 顾不上羞怯 第一次主动在银子张的唇上 亲了一口 努力笑道 我回来 你要给我做吃的奖励我 银子张点了点头 慢慢地松开抱着猪猪的一双手 猪猪悄无声息站起身 飞快地钻入人丛 消失得无踪无影 地缠上咬牙切齿道 他奶奶的艳势帖 你等着 最多再过十年 老子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球铁 让你欺负老子师妹 机幼谷是最冷静的一个 静默了片刻 我们尽快联络二师傅那边 看看如何利用这七日 确保所有单族人安全撤退吧 言下之意 竟然是认定猪猪 只要出手就必胜 好好 底缠上十应率 银子张 齐齐应声 道志昂扬 悲伤自责无用 不如想想 如何扭转烈士 如此猪猪的冒险 才有意义 台上坟毕沁寒声问道 你们要笔试炼制什么弹药 血破弹 一直没有开口的黑袍修士 终于说话了 声音飘渺 四男四女 让人捉摸不定 坟毕沁这次是真的吓了一跳 瞪着黑袍修士道 你确定 你不要命了 血破弹那是炼丹师中的禁忌 八品炼丹师炼制不易 这还罢了 重要的是 在弹药炼制的最后阶段 必须以炼丹师全身精绪 献祭方可承担 直白地说 就是要炼丹师的性命 同样 这种弹药的效用也是逆天的 谁若服下这种弹药 即可瞬间得到炼丹师过半数的修为乃至寿源 就算重伤垂死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能够靠着这枚丹药起死回生 而正常修士吃下这种丹药 修为也会历时暴涨 但还是这样的丹药相当于 以命换命 又有哪个辛辛苦苦修炼制八品的炼丹师 愿意如此牺牲呢 所以万千年来 血破丹出现的次数 比大轮回丹之类的九品丹药 还要少得多 炼丹师炼制完成这种丹药 唯一活命的机会 就是马上服下血破丹 不过 一来未必来得及 二来通过血破丹 能够得到的 也只是原身一半左右的修为与寿源 等于白白送了性命 修为又打折 就算活得不耐烦了 也没人愿意这么干 重点是 要炼成血破丹异常艰难 就算是焚壁沁丹然 也没有多大希望 黑袍修士提出炼制血破丹 分明是逼着他们拼命了 赢的话是惨少 自着一名顶尖炼丹师 丹族实力会大受影响 输的话就更不必说了 所有丹族人都要搭在里头 不止丹族这边 就连艳势环族 以及前来观看参与大会的 其他大大小小炼丹师 也被黑袍修士的提议吓住了 莫非这人是疯了不成 一般修士根本听都没听过这种丹药 交头接耳互相打听明白 神情变得十分惊差 按道艳势皇族 为了控制丹族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丹然很快恢复平静 对坟碧沁正全道 我们已经无可选择 久由老天去吧 横述老夫这条命 苟活于世 也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 他已经将近两千岁 剩下的寿源突破极限 进入大成绩的几率不会多高 反观 坟碧沁与正全二人都极是年轻 有他们在 单足的未来 希望会更大 坟碧沁摇头道 要去也是我去 我练单数比你们都强 而且就算修为 受缘折瓣 对我影响也有限 放在平日 他说话不会如此自大直白 但事实是 他的躯壳是妖狐 替他重新练制 论岁数不过几岁 就算他跌落结单期 受缘折瓣 也还有至少上千年的时间 可以慢慢地重修 正全道士也想自动请英 但是他现在练制八品丹药 确实勉强 万一失败 他性命不保就罢了 单足的人都要被困 临丹城 这样的后果 不是他能够承担的 商量好了没有 空中再次传来 艳势天的声音 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他要看的不是 这几人在这里争着送死 他只想将丹荒逼出来 这些人对他很重要 只要他来了丹国 一定不会坐视他们 如此牺牲 他的小美人从来就是心软又怕血清 就算当年在皇宫 伺候他那些宫女嬷嬷 他也不忍心见他们被打杀折磨 何况是他自己最重要的族人 没有 你就这么等不及 让你艳势一族的炼丹师送命 分闭器美好气道 艳势天笑哼一声 哼 单足的就只剩下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辈了吗 总比燕族进出你这等丧心病狂的疯子强 一个女生忽然 一个女生忽然道 敢当面谩骂艳势天 莫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所有人都吃尽地望向发生处 只见天火祭坛一角 不知何时多了一名白衣绿群的少女 没人能够用言语清晰地去描述她的五官眉目 脑子里反复想到两个字 仙子 这个少女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就让人觉得天地仿佛被她照亮 便是普通的山石丛林 也变得如同穷台仙境一般 无限美好 她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纯净气息 每看一眼便觉得心旷神怡 既为她倾倒迷醉 又不禁自残行贿 主人被这足以魅惑天地的美丽所设 一时都忘记 她刚才出言挑衅艳势天的威猛行径 真的小美人果然来了 艳势天根本不在意她毫不客气的话 这样的丹簧似乎比从前更加美丽夺目 让她越发兴奋迷恋 只要将她抓住 她有的是时间慢慢地调弄她 猪猪不去理会艳势天轻挑的态度 对台上的主持人道 不是要比试吗 不必废话 这边开始吧 黑袍练丹师见到猪猪出现 身上的黑袍微微抖动了一下 她等着这一刻已经等得太久 终于让她等到 不是叫你别来 翻臂倩沉下脸色道 当然与正前看到猪猪冲现 心中同样焦急 我是丹族的人 而且我的炼丹术比你们都好 猪猪平静地大言不惭 翻臂倩语色 当然摇头 但是这是血破单 我会没事的 猪猪笑笑 笑容里是无比的自信 她听到黑袍修士提出炼制血破单 就知道要保住焚毙沉与丹冉 只能由她亲自去 她有四种天火在手 足以抵消血破单 带来的负面影响 旁人炼制血破单九死一生 她只要小心把握 便不会有事 你 你是丹黄小姐 丹族里一名欺品炼丹师迟疑道 她曾见过当年的丹黄 只是不太敢相信 那个柔弱清冷的小女孩 竟然会真的重新出现在她眼前 他们隐约听闻 丹黄被太子掳去 后来又被丹族的人 拼死救出的事 多年前飞升的太上长老 曾经预言 他会为丹族带来希望与辉煌 这句话许多丹族高阶修士 都记在心上奉为神明 但眼看着艳势天越发强大 他们都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 没人想到 丹黄真的会来代表丹族 与艳势一族比拼高下 但是他来了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激动的神情 他们的圣女终于出现了 可是激动过后 马上又忐忑起来 现在的丹黄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她逗得过艳势天吗 又或者更退一步 她逗得过面前 这个神秘的黑袍练丹师吗 不少人一想到写破丹的厉害 便忍不住心惊胆战 让这样一个小姑娘去练制写破丹 他们又有多大的成功率 别把她的性命白白地搭上了 虽然冯碧庆先前曾说过 丹黄少女练制过大轮回丹 不过这话整个剑前大陆 除了有限纪人 估计没人会相见 当然甚至是艳劍迪等成名千年的练丹大师 都不见得能够练制出大轮回丹 那样的九品仙丹 何况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少女 就算她得了单左两位长老的献祭传承 也不见得能够运用自如 更不要说炼制九品丹药 想到这些 丹族人脸上的兴奋激动之情尽数散了 只剩浓浓的担忧 丹黄身上寄托了太多东西 她如果有事 丹族就真的毁了 丹黄向着丹族练丹师们微微点头 我就是丹黄 稍后你们撤离丹国 请听从丹人长老 亲姐姐与我师父的指挥 你就这么确定你能赢 黑袍练丹师忽然倒 猪猪回过头看着她一字字倒 我一定会赢 我唯一不放心的是 艳势天不守承诺 违背誓言 好 那就让我见识见识 丹族胜你的厉害吧 黑袍练丹师的笑声怎么听 怎么古怪 主持人上前宣布道 既然如此 便请两位大师开始 写破丹的材料 我并未准备 猪猪平静倒 黑袍练丹师文言 抬手一抛 一个储物袋 平平地飞了过来 里面正好是一份 炼制写破丹的灵药材料 准备得可真充分 猪猪接过仔仔细细检查一遍 气垫上面并没有动过什么手脚 然后便安心地到祭坛之下 找个地方准备炼丹 虽然弟弟玄公的气魂 应该不会再帮助艳势天对付他 但他已经在天火祭坛上 被暗算过一次 没必要再冒险 黑袍炼丹师 冷冷地看着猪猪的一举一动 过了好一阵 抬起头 请皇上借我天火一用 半空中黑影一闪 整片天空顿时暗了下来 玄龙的身影出现在天火祭坛之上 数百丈长的巨大身躯 盘曲起来 遮天蔽日 凶暴恐怖的龙头 缓缓地探下 红云身上的修饰 只觉得无尽的恐惧绝望 自心底深处升起 快速地蔓延全身 那感觉犹如被人 暗入一片冰凉 阴寒的死海之中 无法挣扎 甚至无法呼吸 只能眼看着自己的生命 在完全无助之中流逝 曾素 登云起之类的 助击其修士各个惨无人色 国宅自顾不暇 眼看着两个弟子 气息奄奄 急得满头冷汗 什么都做不了 实用力不着痕迹 握住曾素的手 曾素只觉得一股暖流 涌入体内 似乎一下子被人 从水里提出来 连忙大口大口喘气 另一边 邓云起被底缠 上在肩头拍了一掌 也感觉压力骤却 师徒三人 惊疑不定看着他们几个 心中暗倒 这几个人果然都是 不简单之辈 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实力 曾素发现猪猪不见踪影 也不敢多问 其他修士可没他们师徒 三人幸运 靠近天火祭坛的修士 已经倒了一大片 剩下的也只是苦苦之称 玄龙双目中露出 击翘不屑之色 呼得像祭坛吐出一团 浓黑的炼狱魔艳 整座天火祭坛为之一阵 不过这始终是曾经 封印供奉过天火火源 玄龙喷出的炼狱魔艳 虽然融合了四种天火 但毕竟不是火源本身 所以很快就被 天火祭坛控制住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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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